在我们的圣经中直接提到预定论的部分中 用词最强烈的地方可能就是保罗的罗马书第九章 在那段的经文里 他讲解说 蒙简选的是雅各而不是一扫 这段经文不只是在整体上强调了预定论 同时对于双重预定论 这个负争议性的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们这次的聚会要来看的就是 罗马书第九章 看看保罗在这当中说了些什么 我会从九章九节开始读起 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 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不但如此 还有历百家 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只因要写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招人的主 上帝就对历百家说 将来大的要扶持小的 正如经上所记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扫是我饿的 当保罗试着解释上帝的拣选的时候 保罗他刻意的 是用了那两个人的例子来做说明 他选的这两个人是兄弟 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 而且他们不只是兄弟 还是双胞胎 也就是说他们出生于同一个家庭 同样的背景 同样的地理位置 他们彼此之间 凡有可能相同的部分都是相同的 事实上他们还是公有呢 谢谢 探讨预定论这么久 现在我有点头昏脑畅了 保罗提到这两个人的时候 特别强调说 其中一位蒙喜爱 另外位子没有 而且那时两个人 都还没有出生 还没有生下来这句话 引起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有关于上帝的预知 在所有反对奥古斯丁主义的预定论观点当中 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预知拣选观点 它基本上就是说 预定的意思就是 上帝在永恒中查看未来 预先得知人们会做出些什么 并且以此作为拣选的依据 是的 我们注意到 罗马书第九章 很直接地谈到这个问题 我们读到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看看这个用词 保罗并不是说 上帝他还不知道 他们将会做什么 也不是说上帝已经知道 他们会做什么了 保罗只说 那对双胞胎还没有生下来 并且什么都还没有做 所以整段经文明确地教导说 上帝在雅各与以扫之间的选择 是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做好了 预知拣选的观点 同意说 上帝的预定是在创世之前 对吧 在人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做好的 每个人都同意 预定是在上帝的心思中 在人们出生前就完成的 但预知拣选的观点说 虽然拣选是在人出生前就选好了 那是上帝依据人未来的行为 所做的决定 若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得到的 就只有沉默 如果圣经里边有尴尬的沉默 那就是这里了 我要说的是这样子的 如果使徒保罗 有想要澄清说 上帝的拣选与预定 是根据人未来的行为而做的 那么他就应该会在这里提到这一点才对 好的 我们换句话来说 如果圣经的观点真的是预知拣选 如果上帝真的是根据人未来的行为 来拣选人的话 那么为什么圣经从来没这么说呢 若拣选是根据预知 那么保罗应该要在此提到才对 但是圣经不但没有在此提到这点 而且保罗还特地地指出来 拣选是发生在人出生 做出任何善恶之前的 我们必须要问他为什么要补上这些话 如果他的用意是要传达预知拣选的观点 那么他后来加上这些话 岂不是会令上帝的百姓感到困惑吗 我们先继续地往下看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保罗要表达的是什么 只因要显明 上帝拣选人的旨意 这段经文要强调的是上帝的用意 保罗说 上帝之所以在他们出生之前 做出任何善恶之前 就已经拣选好了 是为了要显明上帝的旨意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整段经文的语意 这都与预知拣选的观点完全相反 你们有发现吗 不然 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解释 使徒保罗为何刻意强调说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他们不止尚未在时空中 做出任何善恶 他们连在上帝眼中 都还没做出任何事情来 也就是说 从上帝的观点来看 他的拣选与他们的善恶无关 因为保罗在这里的结论是 上帝之所以用这种方式拣选人 是为了要显明上帝的旨意 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招人的主 预知论认为上帝会先看看未来 看谁会做正确的选择 谁会做不正确的选择 而预知论的毛病就在于 他认为上帝的拣选 是根据人的好行为而做的 如果一个人将来会选择相信他 那人就会蒙拣选 最崇高的善行 就是选择信靠耶稣基督 而这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但保罗在此处明确指出来告诉我们 拣选并不是根据人的行为 完全是出于呼召人的主 对于这一点 雅米念主义的观点 有许多不同的版本 不过他们基本上都认为 人之所以得救 最终都是因为人自己的选择 而不是上帝的拣选 我认为保罗写这段经文 就是要尽可能消灭这种想法 保罗强调 上帝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是在乎招人的主 也就是说 你之所以得救 完全都要归功于上帝 荣耀唯独归于上帝 只因要显明上帝 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招人的主 上帝就对利百家说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这意思就是说 上帝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 是为了要显明他至高的旨意 正如经上所记 雅各是我所爱的 伊嫂是我所恶的 我稍后再回来说这里的用词 因为我知道这句经文 引起了各样有关仇恨的问题 我们先看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是个反问 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 保罗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他这回答没有而已吗 他用了最强烈的强调语气来回答 有些一本写绝对没有 或当然没有 对于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 这样的问题 他的回答是 乱乎没有 绝对没有 现在我要你们想一想 想一想 为什么你会认为 使徒保罗这个问句是反问句呢 保罗是个教师 教师知道 在教学的过程中 有时候 学生会难以明白 他所要表达的意思 对吧 一个好教师 会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 他会去预估学生可能会不懂的地方 保罗在此经文中很明显 是以教师的身份 去预期听众可能会有的反对意见 所以他说 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他预期人们听见这个道理之后 会大喊道 这不公平啊 上帝不是公义的吗 上帝不是公义的吗 我要问的问题是 为什么他预期听众会有这样的反对声音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 有可能保罗并不认同奥古斯丁主义 并且他心里边会想 我的听众或读者当中 可能有人会持这种愚钝的观点 这些脑筋迟钝的人可能会以为 我想表达的是这种不公不义的奥古斯丁观点 为了避免这件事发生 我要做的就是说 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 没有了 奥古斯丁 亚奎纳 夏尔文和路德等人 全都是错的 这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可能就是保罗自己 就是持奥古斯丁主义的观点 而且 他每次教导预定论的教义的时候 人们最初的反应 都是会喊说 这不公平 那我猜测 这就是为什么 使徒保罗写下了这个反问句 因为人们不曾对 亚敏念主义的观点 提出这个问题 事实上 亚敏念的观点就是设计成 刻意要避开这个问题 我所持的预定论观点 所受到的质疑 与使徒保罗的观点 所受到的质疑是一样的 这使我感到安慰 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 表面上看起来 似乎真的是不公平 上帝至高的选择 是在人做出任何上爱之前 就做好的 上帝完全不考虑这些人以后会做什么 他完全凭自己至高的旨意做选择 以此显明他的恩典 不受人的作为影响 因此可以预见的问题就是 这样怎么能算公平呢 保罗说 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 然后他自问自答 用强烈的语气说 断乎没有 因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 就恩待谁 我做个假设 如果我是使徒保罗 并且假设我采取的是 欲知简选的观点 然后遇到有关不公平的质疑 那我会怎么回应 我要怎么样 一劳永逸地回答 这个控诉呢 那就是上帝不公平呢 我会说 等一等 上帝并没有不公平啊 上帝没有不公平 因为虽然他是在 人做出任何善恶之前 就已经拣选好了 但他的拣选是依据 他预先知道人 将来的行为而做的 个人做事 个人承担 这样回答就一劳永逸了 但保罗并不是这样回答的 他是怎么样的 来回应这个控诉呢 保罗回答说 上帝有权利 想怜悯谁就怜悯谁 这整段经文的重点就是这儿 有些人得到怜悯的对待 而有些人则没有 不过没有人受到上帝不公义的对待 伊嫂并没有蒙拣选 成为承受怜悯的器皿 但是这并不是对伊嫂不公义 因为伊嫂早在出生之前 就已经是一个堕落之人了 上帝拣选人的时候 都是在堕落之人当中拣选的 上帝只拣选堕落的罪人来拯救啊 上帝之所以要拣选拯救人 是因为人需要救赎 不然就不用拣选了 你说是吧 如果人没有堕落 上帝就不用去拣选人 实行拯救了 所以整个有关拣选的议题 都是有鉴于人类的堕落 失丧 上帝知道全世界的人都是堕落的 他知道如果他只给予公义的话 会怎么样 如果上帝对堕落的人类 只施行公义 那么每个人都会灭亡 不过上帝选择赐下怜悯 给某些人 雅各得到的是怜悯 而以扫得到的是公义 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我们会觉得这样不公平 觉得这样不平等 潜伏在我们脑袋中的问题 是这样的 上帝要怎么样才公平呢 如果有两个人被判死刑 然后上帝选择以恩典 对待其中一位 那他岂不也应该如此 对待另外一位吗 若政府官员 对某个犯人施加恩惠 却不如此对待其他犯人 这样公平吗 这当然不平等 但是 这个犯人得到恩典 那个犯人得到公义 他有什么资格抱怨吗 这并没有什么不公义的 上帝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 他有权利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上帝他 有权利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当他怜悯一个人的时候 他并不因此就有义务 要怜悯另外一个人 如果我们认为上帝 有义务要怜悯人 那这表示什么呢 这就表示我们脑袋所想的并不是怜悯 因为怜悯是非误性的 怜悯是上帝自愿给予的 他并不受强迫要去怜悯人 他不一定要拯救人 他拯救人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良善 我们绝不能对充满怜悯的上帝 说这种话 我很害怕你们会这样 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对充满怜悯的上帝说 上帝啊 你不够充满怜悯 你若控诉上帝 给你的怜悯不够 这是在 亵渎他 因为你这样是在暗示说 上帝 有罪 控诉说他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 对人不够怜悯 你是谁竟敢对你的创造者 说这种话 你呼吸的每一口气 都是因为他的怜悯才存去的 而你还敢说 他的怜悯太少了 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老实说 我认为 接下来的这节经文 应该能够彻底了结 亚米念主义 这样看来 既不是出于仁义 也不是由于人为 只在于那怜悯人的上帝 好的 亚米念主义也不是说 只在于人 不在于上帝 亚米念主义认为 若没有上帝的怜悯 就没有救赎 这是对的 但他们认为 救赎 也有赖于我们的选择 救赎有赖于上帝的恩典 也有赖于我们的选择 也就是说 在上帝的作为之外 我们必须凭自己的意志 来选择接受救赎 这样才能够得救 所以他们认为 拣选是上帝 预先知道人的行为之后 才做成的 但保罗说 不是这样的 他这样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这样看来 既不是出于仁义 也不是由于人为 只在于 那怜悯人的上帝 保罗接着说 因为经上有话 像法老说 我将你兴起来 特要在你身上 彰显我的全能 并要使我的名 传遍天下 如此看来 上帝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叫谁刚硬 就叫谁刚硬 这句话不太容易接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问题 我先前有提到 雅各是我所爱的一嫂 是我所恶的 上帝恨恶一嫂 这是什么意思呢 英文的恶 会让我们想到 敌意的态度 对不对 敌意的态度 我们被禁止 去恨恶别人 我们甚至被呼召 去爱我们的仇敌 在圣经里讲到 恶的时候 是不是有时 并不带有 邪恶的含义呢 是的 例如恨恶罪 别忘了大卫 在旧约也说过 我切切地恨恶他们 以他们为仇敌 确实有圣洁的恨恶存在 就是恨恶邪恶 是的 我常听有人说 恨恶罪 但不恨恶罪人 但上帝在此处 并不是说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嫂的罪是我所恶的 上帝是说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嫂是我所恶的 这是希伯来文的 反义平行句 希伯来文的反义平行句 这段经文里的恨恶 表示 少了对以嫂的那种 特殊之爱 也就是说 上帝以特殊的恩典 与慈爱 对待一些人 但对另外一些人 则不是如此 这并不是说 上帝对以嫂恨反感 不是的 而是说 上帝 没有对以嫂 施加 特殊的恩典 而雅各 所蒙的恩典 是以嫂所没有的 这就是这段经文的 希伯来文原意 但这会产生一个问题 那就是预定 是不是双重的 我听过非常多的人说 我相信预定这回事 但我不认同 双重预定论 在教会的历史上 双重预定论 有两种不同的版本 这边我们会说一下 两个版本 彼此争论不休 第一种版本 是所谓的 同等终极性 有时 它也被称为 预定论的 对等观点 意思是说 预定是分成两边的 拣选 拣选 与 遗弃 也就是 救赎与咒诅 然后上帝 是用对等的方式 来进行 两边的拣选的 也就是说 上帝 在雅各的生命中 动功 也在以嫂的生命中 动功 我们从所谓 主动 主动的预指 这方面来讲 主动 主动的预指 大概是这样的 在拣选中 上帝 主动预定 一些人得救 例如雅各 上帝 上帝会单方面地 介入 这些人的生命中 给他们信心 因此 确保 他们得救 而那些 遭到遗弃的人 上帝 也主动预定 他们受咒诅 他介入 他们的生命中 给他们创造 邪恶 又或者 不信的心 所以上帝对人 做的功 有两个方面 那就是他主动地 在一些人的生命中 创造了信心 也主动创造了 不信的心 给另外一些人 这就是所谓的 对等观点 奥古斯丁主义 和 加尔文主义者 他们强烈反对 这种观点 这不是奥古斯丁主义的观点 有些人称这种观点为 极端加尔文主义 我觉得这个称呼 会严重地侮辱约翰加尔文 那绝对是 因为这根本不是 加尔文的观点 应该要称为次加尔文主义 或反加尔文主义 极端加尔文主义 听起来好像是 超级加尔文主义 加尔文肯定不会认同 这种命名的 奥古斯丁主义的观点 则认为 那就是 上帝的预定 肯定是双重的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 都有的得救 有些人最后是 另一种下场 有些人被拣选 也有些人没被拣选 所以这就像是 硬币的两面 这个问题的两面 都要处理 不过 它大概的意思是 主动 被动 意思是说 在拣选中 上帝主动地介入 人们的生命 并以至高的权柄 在他们里面创造信心 至于其他 没被拣选的人 上帝就被动地 不理会他们 他并没有给他们 创造邪恶或 不相信的心 而是略过他们不理 让他们自生自灭 所以上帝对他们 采取的行动是 消极 被动的 而不是主动的 你明白差别了吗 这些被遗弃的人 他们做的都是 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 上帝并没有 在他们里面 创造邪恶 上帝并没有 强迫他们灭亡 只是略过他们 不管而已 让他们自生自灭 但这会直接 引发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保罗 在罗马书第九章 说上帝赐给一些人 怜悯 赐给另外一些人 刚硬的心呢 上帝使人心硬的 一个经典案例 就是他在旧约中 是法老的心刚硬 这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 我只剩下一分多钟 来回答 所以我尽可能简短 即使这里提到 使人心硬 我们也要区分一下 主动的使人心硬 以及被动的使人心硬 或者说 直接的使人心硬 与间接的使人心硬 上帝有两种 可以使法老心硬的方式 方法之一就是 他可以介入 法老的生命里边 在法老里面 创造邪恶的心 上帝要完成他的旨意 方法之一就是 让法老犯罪 那如果他真的 这样做的话 那会怎么样 公义的上帝 怎么能够这么做 怎能强迫法老犯罪 然后又来惩罚他 这样的上帝 就变成是 罪恶的始作俑者 所以他绝对 不会这么做 不过上帝 还有另外一个 让法老心硬的方式 别忘了 法老是个罪人 我们也都是罪人 不过我们的 我们的罪恶都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拘束 我们身边总会有些事情拘束我们的行为 这让我们不至于彻底为所欲为 当一个人掌权的时候 他们就不受一般人所受到的拘束 于是他犯罪的能力就会增加 我的意思是说 只有上帝能限制法老的犯罪能力 让法老不止于坏的太彻底 毕竟埃及政府的法律 不可能拘束得了法老 只有上帝 有能力 来限制法老 不让他变得比现状还更邪恶 如果上帝想让法老的心刚硬 难道他必须创造一些邪恶给法老吗 上帝只需放手 不管法老即可 让法老为所欲为 上帝就是这样 刚硬法老的心 这本身就是上帝的审判 是对法老的一个公义的裁决 福音对于被遗弃之人 也是做一样的事情 人们越是拒绝所听见的福音 他们的心就会变得越刚硬 所以在这个事件中 其实是法老让自己的心刚硬 上帝只不过是移开他 释迦在法老身上的限制而已 所以法老的心刚硬 所以我们在这种拣选的观念中 就可以看到 每个人都是堕落的 都是邪恶的 上帝赐恩典给一些人 例如雅各 然后移弃另外一些人 让他们为所欲为 他们得到的是公义 而他们得到的是怜悯 这是为了要使上帝得荣耀 使上帝的旨意得以显明 嗯?